大家坐一站都站不穩,兩邊有 還是不得好長,有兩分鐘 救災軍車墮崖,四人跳樓慘死 地震之後,個個都趕著走到街 至少四個人跳樓逃生,結果雙重死亡 成都雙樓機場,一度停止飛機升降,鐵路亦停水 魯山縣人民醫院,受到超過880個傷者 和醫院擔心再有餘鎮,在空地踏起帳篷,救救傷者 但他們的醫療設備簡陋,人手又不夠 只可以幫傷者包紮,再轉送去衙安市其他醫院 但成都通去鎮央的兩條主要道路,都被滾下來的大石塞住 所以要先用小車,將雙者送走,再轉到大型救護車 除了運送雙者困難,大批救援物資亦都滯留,又不到災區 一架載有17個軍人的救援軍車,趕去災區途中墮崖 載跌落河,造成兩死七箱 部分公路地基下陷,沒有事的乘下高速公路 就成為救災車專用的通道 地震亦令到電力和通訊中斷,但收費站一度堅持見錢才放車 搞到大排長浪,當局被罵爆到近中午,嘗試令全面不收錢 電話網絡大塞車,有網民呼籲大家不要不斷打電話 應該多些用微信、微博和發短訊,留電話線路給救災人員用 好的,我們在看電話 到現在的電話 接待你,我們是不是在電話上 你會發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